聪明人只看三秒就能把这四个T形块全部放入这个圆盘里面 而那些脑筋转不过弯的人给他三年也无法完成 据说这是刘备出给张飞的一道智商测试题 张飞拿到手高兴得一晚上都没睡着觉 他倒过了三七二十一天也没有放进去 于是去找到了曹操 曹操拿到手倒过了大半天说的 至今能全部将T形块拼进去的也没几个人 仔细看如果不动脑筋直接就无脑拼 但是拼到后面发现最多也只能放进去三块 剩下最后一块不论如何都放不进去了 曹操万万没想到古人真的是太聪明了 设计了这么多的陷阱 却又没有思路解开这些谜题 真的是难倒了很多聪明人 那要怎么拼呢 经过两人的仔细研究 终于碰撞出了智慧的火花 张飞你仔细看 玩这款拼图一定要有耐心 我们先尝试一下其他拼法 将它们拿出来重新再尝试一下 先把两块这样放在中间 但是这样拼的话就连第三块都放不进去了 这款拼图虽然只有四块 但也非常有挑战 它非常考验小朋友的空间想象力和观察力 它是专门为中小学生设计的一套 有七种不同类型的拼图 在培养孩子的逆向思维和逻辑思维的同时 还能锻炼他们的专注力 让孩子学会从不同的角度来思考解决问题 这样拼的话 左右两边都会剩下一半的空间 最后我们就能够轻松地把四个梯形块全部拼进去了 此时能否为古人的智慧来点掌声